臨 兵 鬥 折 接 正 列 在 前 诶 爽一下 我看你硬堂发黑哦 最近小新可能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哦 老师 硬堂是什么 怎么发黑了 我好可怕哦 老师救救我 好 遇到我算你好运哦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呢 如果自己运势不好 常常觉得生活中发生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过得不愉快 这个很痛苦 就像觉得自己犯罪的人在受折磨 那么我就要建议你 在接下来的这个 西元2023年1月6号 这一天是所谓的天色日 是怎么样很适合可以来转运 让你重获新生会有快乐的人生 然后会跟大家讲如何拜拜来祈福转运啊 跟在影片的后面呢 会带大家实际来做充满疑似感的叫做 清新加持果望转运法 所以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爽下你知道什么叫做天色日啊 老师我不知道耶 哦你不知道是正常的啦 因为呢这是一种像有种专业的老师 才能知道的一个转运的好日子 天色日的意思就是呢 能透过跟天上的玉皇大帝来诚心懺悔 请求赦罪的一个好日子 希望呢玉皇大帝呢可以宽赦 赦免呢我们自己做不对事情的罪孽 因此呢帮助呢自己能够消解掉不好的这个 罪恶心念的一个能量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光明幸福的能量 哦怎么棒哦那我一定要 好今天呢就教大家如何在天色日 有两种可以祈福转运的好方法 第一种是叫做拜拜祈福转运法 要怎么做呢 记得要到有这一个拜玉皇大帝的庙里 如果呢大家不知道哪里有拜玉皇大帝 合适的庙里呢可以到我影片下方的描述栏 有介绍那去的时候记得要带什么呢 一对鲜花啦 五种水果还有素食饼干 还要特别要带所谓的桂圆十二颗 发膏两个哦那庙里呢到时候去拜 要记得要烧庙里提供的叫做拜神的一些金子 老师桂圆是什么 桂圆哦桂圆就是一般的所谓叫龙眼啊 龙眼哦我知道了老师果然是高人 哎呦老师讲的我常常听不懂 没有啦我不是高人我是老人啦 好到庙里之后呢要将怎么样呢 我们要怎么拜一个仪式哦 是将贡品啊金子等等的要摆在这个贡桌上 摆好然后呢自己要这个拿香点香 拿着香先拜三次 然后呢要跪在我们叫做拜庁啦 就是你去庙里面看到一个红色的可以跪在那边的一个 一个垫子啦然后呢跪着用口头禀告 诚心呢拜起玉皇大帝慈悲作主 然后呢要念你自己的什么呢姓名农历这个生日 还有今年虚岁的一个年龄就是你几岁这样哦 还有呢记得啊这个住的地址要详细 这些东西念了三遍之后呢 然后再讲说姓氏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像姓氏王军景身在城市 所造呢一切非离啊罪恶的事情呢 恳请玉皇大帝开恩谢罪 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并且呢尽可能要削减呢我承受的恶果 祈求能够转运大吉四福平安 然后再拿香呢拜三次 再来呢你人要至少待在这个玉皇大帝的庙 大概待15分钟 最后呢将这个桂圆我们前面讲龙眼 外面的壳剥掉 然后里面的果肉把它吃掉 然后将桂圆这个壳跟拜神的精子 一起放在这个金乳里面烧化之后呢 人就可以离开了 好那像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说 老师啊你讲了那么多东西 跟玉皇大帝禀告事情那么多话 我怎么记不起来怎么办 没有关系啦 如果呢真的你去拜的时候 讲那么多一下子太紧张 结果帮别人求了 那就是有点尴尬了 所以呢可以将上面要念的内容呢 写在一张红纸上面 然后拜的时候呢照这个红纸上面写的字 念就可以了 最后呢可以喔 我会将这个要念的这个文字内容 就放在也是下面描述栏 那大家呢可以上去看一下 照抄下来就可以了 老师请问第二种的方法是什么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 叫做七星加持火望转运法 那先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在做这个法的时候 在家里用火一定要注意喔 那等一下我们就教大家 实际操作的一个方法囉 好那我们现在就教大家呢 如何做这个七星加持火望转运法的一个步骤 自己呢去这个金子店买这个七份的寿金 七份的挂金 还有呢这种七个红色的小蜡烛 还有呢去文具店买这个五色线 然后呢照我呢下面这一个摆法 把这个北斗七星加持火望转运法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实际做看看 把这个金子照这样摆好 然后呢这个蜡烛都要点燃 七个都点燃 然后呢就双手合掌对这个北斗七星镇呢 拜三拜拜三次郎 然后讲说呢 诚心拜请北斗七元新军降临来赐福 讲完之后呢 开始就可以准备走这个七星步了 就这样走 一个一个这样走 走 记得齐个都要走到哈 不可以有落高一个哈 走完 对不对 走完之后呢 等于这个我们这个镇等于走完了 走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金子 七分金子全部收起来 然后呢把蜡烛 七个小蜡烛不要熄面 拿回怎么样 拿到自己的门口摆着 门的里面摆着 然后呢把这个七分金子 拿到自己住家的金筒去烧 烧的时候要讲什么呢 烧的时候这个成心拜底 北斗七元新军呢 这个祝我赐福消灾 然后呢转运大吉 这样等于整个仪式就圆满的一个完成了 老师这个方法很有仪式感耶 对啊 没错 我们就是要应用天上星星跟火的能量 来助往我们身中的光明能量啊 是啊 我现在觉得热力十足了 对啊 加油 除了这一集影片呢 介绍在天色日转运的方法 之后还会告诉大家呢 各种转运啊 补运的一个方法 请大家记得要怎么样呢 订阅 按赞 加分享我们的频道 让你人生转好运 我是道密奇门王军景 我们下次见哦